这个视频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光谱仪的一个简单的入门教程啊 因为这个新东西大家拿到手之后都比较懵 不知道该从哪入手 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光谱仪都接到电脑上 然后这个光源也插好 然后把光谱仪前面这个胶带呢 就是贴到一边去就行了 不要挡着狭放就行 然后这个光谱的摆放啊 就是我这个光谱仪呢 就是狭缝必须要对准光源 就是您测哪个光源 就是让他让这个狭缝让狭缝对准光源 不是说光谱仪放在放在光源前头就行 你看这个狭缝的位置 比如我现在这样放 这个狭缝对着哪呀 就这么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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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到灯底下去了 是吧他从灯底下没没对着那个光源 然后这个灯的摆放呢 呃也有一点讲究吧 就是呃大家刚开始不熟练啊 如果这么放呢 这么放你看这个对于光谱仪来说 他的发光面只有前面这一点 是不是 然后呢 如果我们这么垂直的摆呢 对于光谱仪来说 他的发光面就这么大 就是垂直的摆 对光谱仪来说 您就更容易对准一些 就是因为因为现在大家不熟练 就是尽量先这么垂直的摆 这样呢 你好调那个光谱 因为他光源面积大嘛 就可能稍微调一下就对准 就对准了 然后呢 现在呃 比如现在放了之后 这个光谱仪确实是在这个光源的前面了 但是因为他们的高度不一样 你看这个狭状还是对准到这个光源的底下去了 然后呢 可以用个胶带啥呢 是吧 把这个灯倾斜一下 把这个灯倾斜 让他们的高度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您的基本上不用稍微转动一点就能看到光谱了 然后接下来的操作呢 基本上就在电脑上操作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界面啊 先说语言 如果那个语言是英文的话 可以改改这 语言材腻子就是中文了 呃 永远是橘色选择框里面的光谱啊 就是比如现在这个橘色的选择框在这儿 它里面根本就没有光谱 所以下面肯定也没有光谱的图像 你要调整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让它覆盖在光谱上 调整这个橘色选择框呢 就这几个数值 一个是高度 高度我就 这个这个数值怎么调呢 就是鼠标点一下 你调哪个值 就鼠标点它一下 然后有了这个光标之后呢 你再滚动滚轮 这个数值就自动变了啊 那我现在点它一下 然后滚动滚轮 这个数值就自动变 这个高度呢 是形成这个橘色的选择框的高度的 不要用太高 我一般用到四或五就行 就把它调到四 这么高 然后这个起始位置呢 就是说这个橘色的选择框的位置啊 在外轴在纵轴上面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这个高度啊 然后呢 你就点它 让它覆盖在光谱上 啥叫覆盖上啊 就是盖在这个光谱上 别这么着 这么着盖住了一点 这不叫覆盖 往上走覆盖在光谱上 你看他们这么覆盖在光谱上 然后那个这个起始位置 应该是其实位置X 它显示不全 就是调整这个橘色框的左右的起始位置 比如这样 比如滚动滚动 它就它就覆盖的面积小一点 然后这个结束位置外呢 也是结束位置X呢 也是 这么着 是吧 我一般都直接弄到 一般就是结束位置弄到1000 因为这样光谱看的比较全 然后起始位置弄到0 就行了 以后您在熟练了之后 我再在 比如我只想看这一个区域的这个光谱 那再调整这个位置就行了 比如我只想看这一边区域啊 那我可能把它输到300 是吧 然后这个框就到这了 然后这边这个位置呢 我输成500吧 我输到500 500可能不够 我输到 400吧 你看就是我只看这一片区域的这个光谱 那就是那就是这些区域了 对吧 咱们平时使用的时候就是0到1000就行 点到1000就行 然后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框一定要覆盖在光谱上 就是调整这几个值啊 这个高这个这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第四个值 就调整这四个值是调整这个橘色的选择框的啊 这是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调整曝光 调整曝光在这呢 有一个视频控制 点出来 然后这个对话框就出来了 对话框出来之后 第一项是曝光啊 就是我经常说曝光曝光 就是说的第一项就是这个一个 就是曝光 然后下面这些都不用管 都直接用默认值 不要动它 如果万一动乱了 比如什么 您不小心调的时候调乱了 就点一下这个 全部恢复默认就行了 咱们调的时候 只调上面这个曝光 把这个自动 自动下面不是打烂钩吗 把自动曝光去掉 因为我们要手动来调整曝光 比如现在就是已经过曝的状态 然后我们把这个 现在是-6了吗 我把它调到-7 就能看到我图片中 那个一模一样的光谱了啊 就是你看这个方都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校准波长 有一个工具 校准波长 然后荧光灯436和546纳米 它的参考线就出来了 把这个436呢 拖到这个风上 这就是拱的那个特征光谱 436拖到这条线上 然后546拖到这条线上 这个参考线的位置 别放错了啊 你看这个 这个是有特征的 就是这个荧光灯的这些光谱 是有特征的 546这个风呢 它上来之后分了个岔 这个风分了个岔 我们指 546这条参考线呢 放在比较高的这个分岔上面 然后呢 436和546之间 只隔了一个 这么一个比较平缓的 矮矮的风啊 只隔了这么一个 别把那个436放在这啊 436放这是不对的 放在这 这样的波长就校准完了 可以微调一下 让这个600 让这个风呢 应该显示611 就是稍微微调一下 稍微微调一下 这个风的读书还是546 这个还是436 然后这个方式611 这样就校准完成了 然后点一下右下角 这个校准完成 这就是已经入门了 然后只要是这个光谱 能够调出来 那这个光谱 就算已经入门了 因为它会涉及到 好多要点 一个是调这个橘色的选择框 一个是调曝光 一个是调对准光源 这基本上主要 这个三个操作 你只要这个光谱 能够调出来 就已经入门了 就很不错了 然后大家在到B站上面 找这个川台小谱 就是我 然后有一个我录了一个 这个详细的入门使用教程 然后呢 这个视频再看完了 基本上这个光谱 就就已经很熟练了 就能很熟练了 您再测光谱啥的 基本上几秒钟 就能测出来了